给大家更多的一些 比如说在疫情期间 我们怎么过呀 包括说每个人 其实在家里做什么 能跟大家分享 也会给大家带来一些快乐 我在家跟我儿子嘛 就互相又认识 重新认识了一遍 我俩都是互相不认识的 这个疫情开始稍微严重一点 我妈也不出门了 我给送点菜去吧 我妈说 哎呀 儿子不用不用 我啥也不缺啊 我就怕我感染他 完了之后 我给他弄了点菜 给他送去 我按那个他那个门禁 说谁呀 我说我 开门 完了你看跟我大姨说 你看他来了 完了我大姨说 哎呀 她真来了 俩人就聊天 谁也没让我进去 谁也没开那门禁 我说妈 你给我开门 开门我给你放门口 我不进去 行吗 完了 开门 他在屋里 我在门外 聊了两句 真不让进去了 无接触 无接触 配送 我发现这次病情 我们真的是连那个老年人意识 都特别特别的好 特别好 信息的公开啊 宣传的一些到位 让大家这个弦都崩起来了 我觉得除了和大家一样 每天关注疫情的变化 心情会有所不同之外 大部分的时间 其实我挺享受 跟家人在一起的感觉 我们家里人超级多 有六个人 然后就每天感受 和他们在一起的日子 这种好 而且我妈也没有催婚 也没有进行那些难堪的话题 这种时候再催婚也不好吧 特殊期间 我最大的一个感触就是 今年我们就是 大家全家人 一家六口衣服 鞋会共穿 然后我妈更自觉 她直接把我的礼服 蓝腰截断 变成半截裙 真的 她剪了好几件 她说反正你也不穿了 你就给我穿了 断舍离 断舍离 然后我穿我妈那个 碎花的那个棉筹裤 你也开始穿 特别舒服 然后我还拍了很多照片 然后就说 你好接地气 觉得你的鞋 怎么这么土啊什么的 我说其实 你们把我们当成什么 我们就是在活生生 在生活的人 这就是我们生活的状态 这跟时不时尚 或者接不接地气 我们就 bet地气 estate